随着防疫松绑 朝与病毒共存的模式之下 公部门各大型活动 是前仆后继的来推同办理 而瑞士香两年一度的 Gatufahai风收季 即将在5月份登场 而部落头目联谊会与公所 今天上午是召开了 第一次的筹备会议 17位的部落头目 尤其建议演练费 以及奖金都能够增加 符合通膨物价 也能够提高族人参与医院 瑞士香两年一度的Gatufahai风收节 普上任的乡长吴万德 销规潮水 决定在今年5月份去办 瑞士香头目联谊会 今天上午召开头目会议 众头目们热议 目录站部落新任头目刘静辉 质疑Gatufahai风收季 与正同文化的相关性 而其他与会的部落头目 则是陆续提出包括 仪式流程 部落主导 以及各部落特色呈现方式等等 也都提出讨论 此外面对现今万物起涨通 通膨物价 就由部落头目建议 参严补助费以及奖金 都能够适度调整 增加族人的参与意愿 也获得其他部落头目的一致认同 现在物价一直都在涨了 说我们还是这个钱 是不是可以提高 我想说第一名提高一万块 第二名八千 第三名六千 其他后面三千五遍 是不是可以这样五遍 在座的各位的总部 我们也是希望说 我们的出席会提高了 计电费的部分提高 这样如何 还有那个餐 那个餐要提高 你不能说我不住三千 结果现在物价三千一百什么 便当一个便当就一百 一百一十块了 哪里还买得到 在前任乡长陈金光重新办理 改以嘎吐巴海丰收节为主题 来推动全乡二美族联合封年季 今年乡长吴万德接续办理 计划将在5月13号登场 当天预计会有原住民公益 温创品展示展售 以及部落美食摊位饗宴 传统歌舞的展演 尤其各部落关注的各项传统经济竞赛 堪称瑞瑞乡年度部落文化盛事 相公所以头目联谊会 也积极筹备相关活动事宜 希望届时能完美且顺利的呈现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道